客装小朋友精彩的啦啦队表演 为点燃圣火仪式揭开荣重序幕 今天一早万能国中穿堂挤满了人潮 大伙齐聚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因为这号称大午山下小奥运的第52届六队运动会 今年选在先锋队万能相伴里 而点燃圣火仪式就从这里起跑 希望集结六队乡镇凝聚客家精神 由我们平洋圣任务客家属出来承担 非常荣幸 那所有的活动呢 大家就是将我们六队的精神集结在一块 六队在我们的地图上面是没有证明词 那每一年的运动会就是集结 五六队客家精神的一个团结的 一个意向的行动 所以这个是非常 在精神上是非常值得去大家去赞同 燕燃圣布 将竹田乡终一词的圣火木火点燃 再将竹火引燃自火 圣火传递到六堆十二乡 并于明天下午以象征客家精神的钟永宫 与圣火一同寻尽万暖 同时在市区也会办理 创一造型采阶级艺文展演活动 为4月29及30号为期两天的六队运动会 揭开序幕 延续下这样的一个六队互相的认同 那到了后来它发展成为六队运动会 从日据时代就到现在 可以说全台湾民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会里面 维系最久的 那么它也是全台湾不管是客家庄也好 其他地区也好 为一个跨行政区域形成了一个族群文化认同的一个团体 那这样的一个团体的维系 以目前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六队运动会 也因此我们客委会全力来支持这个运动会 客委会强调 六队运动会呈现的不仅是客家早期六队运区的队形正式 透过传统文化的延续办理 更能凝聚客家团结精神 并增加全台民众对客家议文活动的印象及重视 欢迎乡亲踊跃参与 一同为选手加油打气 看见六队运动会的活力 体验客庄文化 感受客庄热情 评论是我们提议相识采访报道